大家好 欢迎收看专狗2点0视频教程 我是杨诗涵 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分页跟分类 这两个功能做的差不多了 那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个博客页面 这个怎么去编辑的问题 先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好 这个我就快速打开了 不再去追溯怎么去打开了 启动虚拟环境 启动这个本地服务 好 启动完之后再进到这个我们页面 先打开local 好 先打开首页进到这个随便一张博客页面 进到这边 这个特别简单 调一个最后一页的 调个水笔吧 那这个 我们想把它弄得更好看一点 这个编辑就要进到这个后台管理进行编辑对吧 那问题来了 进到后台管理编辑 大家会发现这个博客里面 当我们找到这一篇文章 发现他只能纯纯纯纯纯只能写一些文字对吧 不能像我们相片 在贴吧 或者在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插入标题 可以加出什么 这些对吧 这里我们没办法去写 那这里 编辑比较麻烦 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这个好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课要讲的内容 通过一种叫做副文本编辑 而且是在我们这个后台页面进行编辑 因为我们在后台admin页面 我们已经登录了 有权限给编辑了 这个 登录跟权限已经不是我们考虑范围内 我们只要登录后台可以直接编辑就可以 那这一个 我们看下一个 要把这个页面丰富起来 它本质上页面是一个html页面对吧 要丰富 那我们得要采用html 标签进行丰富 而我们这个地方后台 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框 我们要丰富的话 可以直接写出这个html代码 给大家直接写一下看看 好回到这里地方 先不用这么多吧 我先只保留一部分 好 那现在我想把这个地方这部分给加出 加出html代码是这个B标签对吧 好 加出后边这部分我要需要换行 但直接换行它是没有用的 这里我给个B2标签他就给换行了 那这里我们先保存 好保存完之后再回头看一下这个 这里可以直接通过查看站点 打开我们这一片水笔 好打光完之后发现这里它没有被 转换行成我们需要的html 这里还需要改个地方 打开我们这个编辑器 好这里我先关掉一些不需要的页面 找到我们这个block应用底边的模板页面 打开里边的这个block 这个是具体的博客页面 这里我们写内容是这个content 因为我们这个html可能会执行一些 js代码之类的不是很安全对吧 那这里我们需要加一个这个模板标签 呃过滤器打一个竖线加个set 这是安全的意思好 content再保存之后在这边刷新看一下 那现在它就有加出跟换行了这个效果 这里还有另外个问题 我们回到这个这个地方 打开这个水笔这个列表里边 这里都已经被形式出来了 这个还要再加一个把这个东西给过滤掉 打开我们这个 嗯blocklist这个页面 找到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他这里 还是有显示这个模板标签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给去掉 去掉找到这一个内容所在 这个内容在这个content里边对吧 这个循环 一个个把block取出来 把这个内容取前120个字符 那这里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我们要把这个 排除掉先 所以加个过滤器 这个叫做strip tags 好 这个就是把那个 HDMO标签那个对 把它给去掉 保留那个内容 我们再针对这个结果 取前120个字符 好 Ctrl加S保存之后 我们刷新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这个就去掉了 那这个我们就实现了 在这个 admin的页面 进行简单的一个处理 先进到这里来 admin 在这个admin后台管理 对这个 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 HDMO编辑 就是我们刚刚这里用了第一种方法 直接贴那个HDMO代码 但这个编辑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当然你也可以打开其他 网站的 服务门编辑 在编辑好之后 把这个HDMO copy 暂贴进来 那第二种 我们就直接一点在这个 后台管理这个页面 我们就 包含了一个 服务门编辑 就可以加入标题 加入 加出 倾斜这些功能 对吧 那这种是直接服务门编辑 当然这个服务门编辑 最终它也会解析成一个HDMO代码 那这里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的服务门编辑器 还有一种就是用这个 markdown 其实这个markdown也是一种标记语言 它最终结果也是解析成HDMO 当然用这个得要大家熟悉一点这个markdown的语法 所以我们这里直接还是讲这个服务门编辑 服务门编辑相对这个markdown大家灵活很多 比较喜欢用上面这种 那我们要怎么去调解 服务门编辑器 因为这些服务门编辑器各个是各样 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 这里我从一开始录制就一开始挑了好久 嗯 最后我挑了一款 叫做这个Dungle CK Editor 因为我是通过这几个标准去挑选的 它对它有基本的那个服务门编辑的功能 像改个字体颜色 改个背景色 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另外它可以上传图片 因为我们一篇文章如果单单是指示文字太单调了 所以要加一个图片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第三点 它可以查看这个圆码 这个圆码是很必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插入或是编辑的这些 这个符文本它那个效果不是很满意 可能要自己写一点代码 这个时候就要可以进到查看那个符文本的圆码 这个圆码是HDM圆码 我们可以直接改一个东西上去 对吧 另外这个符文编辑器 最好是有人在维护的 就是他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更新 如果他持续不断更新的话 这个符文本编辑器 如果出现一些bug的话 会有人给他修复什么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像我这个我自己跟博客用的那个符文编辑器啊 已经是停止更新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只能自己去写就去改 那基于我们大家刚开始使用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用这款转口CKeditor 他比较方便 而且他功能也会比较的强大一点 那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安装这个 好 首先是要安装这个直接BIP install这个酷就行了 我们回到这里先把这个给退出 肯住加息退出 BIP install这个酷 CKeditor 后面是这个前面是CK后面是编辑加OR好回车 嗯现在我已经安装成功了 呃我检查一下可能我之前安装过了 PIP list 好已经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了 因为我上课之前会做一些课件把它给做的最好 所以已经提前安装了 安装是安装的是5.4 这个 转口CKeditor 同时他还安装了一个转口GS这个酷 主要是他在后台跟这个GS交互的时候 他需要这个东西进行处理 所以他这个也都会同时跟着安装进去 好 我们第一步安装完成之后第二步我们要把这个应用给注册 因为它是一个应用 好那应用注册就要打开这个Settings Settings在这个Math 这个我们这个里边的Settings 好 找到这个 InstalledApps 这是安装的APP 在这里添加这个CKeditor 好 可能就还是保存 接着 接着我们要改一下这个模板 那个Model 改完之后他那个后台管理他会自动的 根据这个自动类型把它 启用这个服务编辑 好 现在打开这个博客的这个Models 这个博客的Models我们要先引入一个东西 from这个CKeditor 因为我们这个注册它是一个应用可以直接引用 然后再点 Field Field这个字段 导入 导入 Reach Test Field 这是复文本编辑的字段 我们只需要替换到 替换掉这个 这是内容 替换掉它这个字段类型就行 好 整个 替换 在Ctrl S保存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库它是不需要 做一些处理的 那个数据库前移处理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数据库前移处理 make migrations 好 那这里 它已经更新了 其实更不更新是问题不大的 那既然它已经有生成更新的话 我们再把它给 迁移进去 migrate 好 它这个执行完毕之后 再启动我们这个 本地服务 好 启动完毕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这里我直接刷新了 直接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这个页面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服务门编辑 这里 当然这里已经自动显示加出了 好 选中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加出的 另外这里它是换行的 跟我们前面编辑是一模一样 不用我们去自己写这些HTML代码对吧 好 这里它是可以切换HTML 但这里它是房体 那么改成简体 这是可以 这是有个地方 我是在 做客县的时候发现 它会根据我们设置的语言 先找到我们语言这个地方 Language code 它这个好像不太识别 这个大写 把它改成小写 接着在Ctrl加S保存 好 再回到这个 地方刷新 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简体了 这样子会看起来稍微的舒服一点 那我们可以继续尝试去用这个东西 回车 我们例如加一个有颜色的 加一个绿色的 好 也可以给它改一个背景色 改个黄色 甚至我们有些东西可以给它加一个标题 例如我这里加个 一 测试 这标题我们要跟下面有所不同 这里把它改成这个标题二 好 同样 我们可以期望看一下这个htm代码 这些都是自动改好的 再让这里保存一下 保存到保存完成之后 这里再 看一下这个长内容博客 我们刚刚改还是这一边 好 进到里边发现这些都是我们更改后了 呃 这里有一个 地方跟我们后边不同的 因为我们这里还应用了一个CSS样式 这个样式如果大家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去了 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这个CSS样式的话 这个主要是在我们这个 我记得是在这个 这里边有个博客CSS 好 大概是在这个 Div Block Content 如果在这里不需要可以把它去 了 这都是可以自己设置 嗯 这个是小问题不纠结 那 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进一步的内容 进一步的需求 如果 如果我要插入一张图片 这个地方 回到这里 这里有个地方有个插入图片 图像 那点它 假如在这里要插入 点下它 好 刚刚是那个CSS 没有用好 再点一次就行 发现到这里只能写一个地址 这里加个链接什么 没有直接的上传 对吧 因为这里没有一个 上传功能 我们没有添加进去 那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给它添加这个上传的功能 好 上传的功能的话 回到我们的课间 这里有一些要注意的 我已经在课前把它给总结下来了 那第一个 大家先装一个pillow pillow是一个处理图片用的一个库 如果没有这个图片的这个库的话 它可能会上传不上去 或者是它那个显示什么之类都有问题 那先把这个给它安装一下 先退出这个本地服务 pip install pillow pillow 好回车 嗯 这个也安装成功了 检查一下 这里有个pillow 5.0.0 因为我在课前已经安装过了 好 安装成功之后 在第二步 注册应用 这里是要注册一个新的应用 叫做 CKEDITOR upload 打开这个setting里边 找到这个位置 好在这里加一个CKEDITOR upload 在CKEDITOR 保存 好 第三步 要配置这个setting 这个配置 配置setting 就 要配置一个东西 先拉到最后边 一般配置会写到 直定义参数之前 配置 CKEDITOR 首先它要配置一个上传的路径 也就是说要上传到哪里 好 CKEDITOR upload Path 好 这里我就写一个路径 写一个upload 那这里它是要上传到哪个位置呢 是上传到我们在镜台文件 不是 它是上传到一个叫做media 有个地方 media这里我们没有配置 这里加个media配置 media配置 它本质 实际上它也是专国本身需要的一个配置 media 它有两个要写的 一个是media upload 这个是跟我们这个 惊涛文件夹它显示一样的 它这个 最终到 我们这个网站的链接它要显示成什么 它这个我们就写着media就行 另外它还需要设置另外一个参数 media root 这个root就是相对我们这个media保存这个文件保存的位置 好 这个位置我们就保存到这个根目录下边 根目录我们用这个路径拼起来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条直接copy把它给写下来 好这个路径我们叫这个文件夹叫media 可能就加s保存一下 同时我们在这边创建一下这个文件夹 这是我们项目的根目录 好右键 新建 点错了 不好意思 新建文件夹 media 那 建完之后 它这个基本配置已经完成了 它上传的这个文件会跑到这个media里边 它media它会保存的路径 它会自动建一个upload 这个文件夹把图片都保存到里边 这里这个media跟这个 精态文件 它们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media专门是保存上传的文件 或是保存 我们需要储存的文件之类的东西 那保存完之后 我们还要配置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第四个配置url 因为它上传也需要这个 发送一个请求 那我们这个请求得要有个地方去配置 以后或是要给一个地址给它去发送请求 那这个就要配置这个url 好打开这个动的路由url 这里要加一个配置 我们在后边加一个 bath 加这个 ck edit 这个都是 这个 酷规定好的 我们不要随便去修改 还有它还要再加一个东西 include 把这个酷给包含进来 ck edit upload urls 这些相关设置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我给大家找一下 pypypython 好 大家可以在这里搜索这个 转个ck edit 找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了 这个也是 我们安装的版本5.4.0 好 打开这个页面 到这里搜索一下 url 那他这个是我们前面一个设置 到我们到2.0不用这个url 就把它改成这个path 好 设置这个url之后 我们还要再去设置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url还没有设置完成 我们上传图片是到这个media这个文件夹里边 对吧 那media这个文件 我们如果直接访问 它是访不到的 我们要给一个这个链接去访问 有个简单的设置 就把那个media文件的那个 访问路径给它加到这里 这边进来 当然这个设置是 在我们生产可以用一用 不属的时候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但是在我们生产不属的时候 就最好不用我现在写的方法 当然等我们到后边用 不属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怎么去改我们具体不属用的方法 那这里引用一个东西 from 转购 conf 点这个 urls 再点这个 呃 static 再导入一个static 好 那接着在这个地方 加 加 等于这个static 这里需要设置一个路径 就假如我们是访问这个media 这个media这个 这个 路径 我们要指向到哪个位置 指向到docu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document ut 这个参数 指向到这个路径 那下边它那个文件都可以直接被访问到 好 那我们这个路径是我们在static里面设置的 呃 media 对吧 好 那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给引用进来 那还需要导入一个 嗯 setting setting 这里最好跟这个换一个顺序 一般是从外层 导完之后再倒塌里层的东西 好 接着我们把这个setting里边的这个 media root 这个参数给他拿进来 而前面这个是那个 media url 那这一模一样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给他加进来就行 不需要我们手写 好 ctrl jess保存一下 嗯 这个url 配置到这里 我们已经配置完成了 他这个上传图片配置的东西要稍微多一点 那第五步我们把这个字段还要改一下 这字段是这个models里边这个 他这一个字段 但是不允许上传文件的 嗯在他这个说明是有 我找一下 这个意思找不到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就大概就是要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改一下 他这个导入的路径也不一样了 他不是从这个seekedit的去导入的 他是在这个seekedituprode的 这个应用去导入一个 这段 这里 只需要这里加个uproading 就行 好 把这个给替换一下 跟着 jess保存 我们这些步骤已经做完之后 同样再做一次这个数据库迁移 这个数据库已经同步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已经咨询完毕了 那启动一下这个本地服务 run survive 好 启动完成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位置 直接 直接刷新一下 那刷新完成之后 再找到这个位置 这里点下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多了一个上传对吧 那可以找一张图片随便上传一下 这里我好像没有什么图片 哦 有一个封面 打开 点上传到服务器 那这个图片已经上传好了 这个有点大 这个尺寸大小 他这里可以设置 宽度啊高度啊什么都可以 好 这里我就先随便确定一下 他这个就加进来了 有点大 可以在这个圆码里边把它给改下 把它改小一点点 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宽度不设置 高度改成 240 好 这个就改了这么小了 接着 我们再把这个给保存一下 回到这个这个地方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加进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副文编辑 轻轻松松实现我们这个文本的快速 编辑把编辑的更加丰富 同时也可以加一个图片上传 另外这个编辑器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例如一些设置在后边 他有个这个编辑框的设置 这里都有很多 不过一般我们都用不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去 把这个东西给读一读 另外他这个分门编辑之所以我会选用 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那个穿体 form 他也可以使用到这个分门编辑 我们后边讲到相关的地方 时候再教大家怎么去使用 那么这次课大概是讲这么些内容 大家可以去尝试 把这个 CKeditor加到我们这个后台管理 admin这个界面 通过后台管理这个界面 可以实现快速的编辑这些功能 我们这个加完之后很多 博客的基本内容已经加上去了 我们后面再讲一些其他内容 好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公众号 可以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跟我聊一聊 我们这次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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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